项羽做出武装,伤害非常高的 普攻加大招就能带走满血了小路斑 哪怕你出的纯武装也是能一套镜带走小路弹的 并且下个赛季已经官宣了,就是坦克荣耀 因此学会类质英雄雄,无论是打辅助还是走对抗路 你都会游人有余的 本期带来项羽干货教学 首先项羽的被动,普攻会附带6%的最大生命值伤害 他这个被动不是5秒才会获得一次 而是只要你普攻打的不是同一个目标 他都会附带6%的最大生命值的,明白吧,这点一定要清晰 并且这个普攻对于防御塔也会遭额外伤害的 这也是项羽推塔快的一个原因所在 而且当项羽生命值处于30%以下 还会触发被动的减伤机制 项羽会获得40%的免伤效果持续6秒 那如何去看有没有被动呢 我们去看下面这个图标 按的时候就是没有被动 那么当我们生命值低于30%时 即使项羽没有受到伤害,也会触发这个被动的 那么这个被动的冷却时间足足90秒 所以我们在拖战情况下呢 尽可能的有意识去控制下自己的血量 不要无意的触发这个被动 项羽的1技能呢,很简单 就是一段强制位移 冲刺造成击退效果,并属伤害了击飞 什么叫强制位移 只要我们在被控前放1技能出去 还是可以把这个1技能给推出去的,非常棒 并且呢,1技能的实际击飞距离 要比值效多出很多很多 大概这么多吧 你都是可以冲过去击飞对面的 那么1闪就非常有趣了 即使我们站在1塔下,1闪也可以打这么远的 是不是非常吓人 而且我们也可以这样哈 本来朝这边推的,诶,骗偷袭 利用这个闪现转向 因此呢,只要这个闪现用得好 1技能,他就是逼中的 所以呢,项羽带闪现开团能力非常强的 但是最强的还是项羽的分割战场能力 假如呢,这三个是对面的前排,对不对 那么后面两个呢,是射手法师 我们只需要在中间推的同时呢,反向闪现 什么叫分割战场 这个才叫分割战场 对面直接就懵逼了 还有呢,就是1技能 如果是在墙体附近 我们把目标往前上去推呢 则会造成持续的眩晕 对面是动不了的 所以呢,1技能用法就很简单 要么闪现过去,把对面C位给推回来 配合队友进行输出 要么就是打团时呢,保护射手和法师 把对面刺客和前排从你放C位身边推开 还有呢,就是闪现开团 把对面集体给控制出 这都是项羽1技能的一个技巧 项羽的2技能也是他的核心技能 可以对周围目标造成30%的减速 持续2秒 并最多降低他们45%的输出 持续3.5秒 相当于一个小如画了 因此打团时呢 我们2技能尽量在对面人群里放 除了减他们移速以外呢 还可以减他们输出 或者对面刺客战士靠近我方C位 但是我们又没有1技能去推开他们 却用2技能减对面输出进行保护 而且2技能被动效果非常强 项羽每一点物理防御 可以换算成生命值属性 所以项羽是主2-1的 2技能等级越高呢 被动加的就越强 效果就越好 因此呢 项羽可以反甲和前方猫一起出 这样你的生命值也不会低的 最后呢 就项羽的大招了 蓄力打出一段范围伤害 而且呢 刀刃处所命中目标 还会额外造成眩晕和伤害的 并且项羽大招呢 自身生命值越低 伤害是越高的 而且项羽大招呢 也是一个强制释放的技能 只要被控制前打出呢 还是会产生这个效果的 并且项羽大招呢 也可以通过闪现增加释放距离 当然呢 也可以通过闪现来改变青灯朝向 这些都非常简单 然后受制常限制呢 我们接电视频来讲 出装明文都在下面的合集里